近日,酒味露面的刘鸾雄现身在娇妻甘比和女儿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针疫苗接种 一家三口的合影还被甘比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照片中刘鸾雄打扮休闲,气色看起来也还不错 据悉,近期刘鸾雄的公司正在推广疫苗 作为当家人,刘鸾雄自然要为员工起到表率作用,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照片中,已经70岁的刘鸾雄状态明显不是从前那样精神奕奕 她戴着口罩坐在轮椅上,在甘比和女儿的差复下完成了第一针的注射 甘比一直陪在刘鸾雄身边,看得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作为香港第一富婆,甘比的打扮却十分低调 想当初嫁给刘鸾雄时,她饱受争议 但甘比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风萍扭转了不少 再加上她对带孩子仪式一直都是亲力亲为 时常晒出和几个孩子的温馨日常 也让自己好妈妈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以说甘比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确实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祝福她与刘鸾雄可以一直幸福